我们这边呢 特别准备了 因为我们说 眼睛是灵魂之窗嘛 所以我们要请这些外国的朋友 来评断一下 光就眼睛 来看谁最喜欢 那外国你还最喜欢 台湾男生的哪一种眼神 来来来 这八种男人的眼神 哪一种最杀外国女生呢 各位外国来的朋友 我们要请你们来票选一下 好不好 这边有1到8个眼睛 那看你们喜欢哪一个 那两个男生要选吗 男生我们不在乎 我们先 因为这边是男生嘛 对不对 好吧 OK 等会再找你们 好 先来1号的眼睛 喜欢的请打个圈好不好 叉叉叉 叉也要举哦 圈叉举一下 叉也要举 不喜欢 只有2票 好 那喜欢 不揭晓啊 这么快要揭晓吗 那喜欢2号的呢 都不喜欢 为什么 他只是因为1票 不是 因为2号那个眼神 看到眼白太多了 这个胸向有没有 好像会狠死街头那种样 我觉得是 角度问题 看不清楚 再来 我觉得跟女生好像很像 跟女生很像 跟女生很像 太像女生 哦 再来3号 3号的眼神 喜欢的 哇塞 哎呦 哇塞 这个同情票 怎么样 说说看嘛 不喜欢的原因 为什么不喜欢 啊 安妮为什么不喜欢 太小 眼睛太小 眼睛太小 OK 太靠近吗 不好意思 好 我们德国小姐呢 嗯 没有 我觉得好白哦 好白哦 我觉得很白哦 Julia呢 心气 angry OK 麦答 我觉得看起来有一点 像用 呃 呃 甜蜜蜜蜜 天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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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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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蜜��蜜���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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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號呢 四號眼睛喜歡嗎 哇 利亞為什麼喜歡 他比較強 我覺得他可以照顧女生 你覺得這個比較強 你覺得這個就很不實狀嗎 這個不實狀 你覺得自己比較厲害 怪怪 沒有怪怪的 乖乖的 太乖了 這個感覺有得肺結合 他很壞 我跟你講 好啦 四號現在目前最多票 四號 OK 五號呢 五號 五號我都舉啊 這看就知道是明金城了嘛 這看起來蠻帥的啊 為什麼 為什麼沒有把我男朋友的照片拿出來 你確定是他嗎 你男朋友是 哇塞 華晨輝都認得出來 六號呢 哦 全插 一致通過 為什麼 金老婆也 感覺很累 哇塞 很會看 你要睡覺 要睡覺 我們先講好 我們先講清楚 沒票 一票 好不好 五千塊沒票就是誰好不好 好 既然全部外國女生都不喜歡 對啊 打槍就把它 哇 真的 就剛剛說比較累 所以真的是 I'm sorry I'm sorry I'm tired I'm tired 一開始就說了 老外不喜歡他的臉神耶 所以他沒有叫過老外啊 七號 七號 喜不喜歡 喜歡的 七號眼睛這麼大你也不喜歡 七號不錯 為什麼喜歡七號 我覺得有很直接的樣子 我喜歡直接的男生 很直接 很陽光 我覺得很陽光 就比較活潑的感覺 OK 我覺得她 太驚訝 反起來會怕聲嗎 怕聲 很害怕 很會照顧女生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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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八號呢 八號呢 沒有人喜歡 真的 跟王劍民一樣耶 對啊 為什麼 嚇阿通 怪怪的 眼睛太小了 眼睛有點尖炸的感覺 我覺得她有一點在心事很多的感覺 好可怕 到底是誰我們來看 這個也是領票的 外國人的菜喔 她是 這位和汪劍民 一樣不受外國女孩喜歡的男人 會是誰呢 外國女生最喜歡的男人眼神 票選活動 恭喜四號五號成功惦死人 至於他們心中的五感男八號 到底會是誰呢 這位是外國人的菜喔 她是 白雲哥 白雲耶 哇賽 這才叫髒東西吧 奇怪怎麼 白雲沒票我也沒票 可是我怎麼沒有高興 我們看一下 四號跟五號 因為他是票最多的 最多對不對 四號五號是他們最喜歡的 是誰是誰 先看四號 陳柏林 帥哥帥哥 對啊 以為是劉德華耶 那五號是誰 五號是誰 先扯 先扯 Yes 好 那接下來看一下 四號 得到三票 三票 阿浦 不錯 三票 其實這張照片剛好是側面 OK 第二高 剛好側臉 再來我們看一下第三高的 第三高的好不好 第三高 有兩票 你好 有兩票耶 立雅我怎麼沒有選這個 好沒關係 好 那還有得到其他 一票一票 一票一票 隨便看一下 同情票啦 三 啊 啊 角度問題 他很帥啊 角度問題 三號 哇 哇 柯凡哥 你現在跟羅志祥的照片 太久以前了吧 什麼 什麼 什麼意思 羅志祥看到這一集 應該是誰 他好多 拿這麼 拿這麼久以前的照片 才一票 什麼 那拿現在的還得了啊 那個時候比現在胖 那是三年前而已耶 只是比較白而已 原來的男生也很計較耶 對啊 我承認那張有用法片 真的真好 所以你看 你看 嗯 我們金城武是不是 國際牌 真的是國際牌 你看說他五官每一個地方 應該都有票啊 對不對 對 有些人是在一起好看 有些是分開來都好好看 他是分開好看 在一起好看 這結果我還蠻滿意的 對 男朋友OK啦 你會有金城武嗎 OK 好 好來問一下我們天團這邊 有沒有碰過什麼台灣男生 很瞎的搭訕方式 好 Julia 今天我等公車的時候 有一個男生 他騎那個計車 然後停在我前面 然後就問我可不可以拍照 我就 嗯 好啊可以拍一下 然後拍完他就說 好 我要加你的FB 我說 我沒有FB 然後他說你的E-mail 沒有在用E-mail 然後你有台灣電話 沒有 我只對過電話 然後我就跑掉了 因為太奇怪了 對 他這樣很直接不好嗎 他一直問啊 然後一直 就是一直不走 然後就說好 那我先走了 拜拜 用盧的就不行 那如果直接跟你要電話 要說要約你喝咖啡 可以嗎 嗯 應該可以 對 就說要喝咖啡 我就說好啊 然後在哪裡約 然後幾點 不要直接給號碼 對 這樣約才可以 而且直接問E-mail 因為沒有FB 我就覺得太多了 太多了 好 那Lia呢 安Lia 一直在咖啡廳 我咖啡的時候 一個男生來的 他有一點 意外式的臉 他說 蛤 有沒有人以前說 你有一點漂亮 蛤 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對啊 他給了我 我們翻譯一下 翻譯一下 有種驕傲的方式 他就是來問女生 就說 有沒有人跟你說過 你有一點漂亮 對 他說有沒有人說 你有一點漂亮 他是這樣講 可是他說 有一點漂亮 他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他說英文 他說 Kind of pretty Kind of pretty 這個感覺好吵 他給了我 他的手機 他可能英文不好 對 他說 給我你的電話 給我你的電話 對 給我你的電話 對 那怎麼辦 後來不雅 你怎麼回答他 我說我不雅 他說 哈哈 沒有啊 你就給他 你就給他 你就給他四個號碼 Kind of number 對 真的 他自己 對 現在我們就來印證一下 台灣男人的搭訕 是不是真的都很無聊呢 首先我們要看見說 如果在路邊看見一個正妹娘 如果跟他要電話 阿布 先來示範一下好不好 示範 示範 王凱蒂來演一下 路邊辣妹 還真的發生過 有一次我們在長灘島 他以為我是辣妹要跟我要電話 結果 阿布 結果阿布 就開 他不是長灘島聊情商的嗎 就這樣跟阿布 沒有 因為他是先看背影 然後他就拍了一下 然後轉過來他嚇到 看到鬼 我先走 王凱蒂怎麼吃你 阿布 你不是去長灘島聊情商嗎 沒有 那時候有一個特殊 那個時候是一個特殊狀況 好不好 那中間來 來 當時我們走在一個 非常浪漫的沙灘上 對 然後已經是夜晚了 就是我們不同 不同 我跟我朋友走在他們的後面 他跟另外一個女神 然後他就走 他就走在那邊 然後我那時候還在沙灘上 騎一台腳踏車 你知道嗎 然後我朋友說 請問那兩個女生 好像蠻漂亮的 我說真的假的 我騎腳踏車比較快 我就騎騎騎 就說 哈囉哈囉 你們要去哪裡 就這樣 當時的情況是這樣 那這個還好 對啊 還好 沒有 可是你原本想要幹嘛 我原本想要問說 你們要不要去club 就是我 因為 因為在那個地方 在沙灘上 然後旁邊都是一些club 然後還有一些夜店 所以我在想說 晚上他們可能 想去哪一家夜店玩 所以我想要直接 就是問說 你們要去哪裡玩 然後我們一起玩 要不要 蠻禮貌的 我會這樣子 你的搭戰方式就是 如果是在那樣子的情況之下 好 這樣還可以嗎 你正常的 你看上了 你好 不好意思 我其實蠻想認識你的 可以跟你搖一下電話 或是FB 或是LINE都可以 這 交個朋友而已 太巧 直接太巧 我覺得台灣男生很奇怪 這樣不行 他們都會直接 沒有 他是直接說 小姐 可以跟你當個朋友嗎 就是 這不要當什麼 不然呢 不是啊 就是你不覺得這樣很膚淺嗎 根本就不認識 他一定是因為你的外表 才想要你的電話 我們看外國人怎麼做 外國男生很少 Alan Alan 拜託 我在路邊看到一個很漂亮的女生 然後我會看她 然後就會把我的手機說 小姐 不好意思 我的手機正好壞掉了 然後有一個朋友我看到台灣 然後他不知道要去哪裡 我需要打給他 你可以加你的手機一下嗎 哦 好啊 好 謝謝 因為會沒有疑心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對 然後你回到我的手機 然後我會用你的手機 我會打給我的電話號碼 然後可能就是假裝說 我在跟我的朋友講話 這就是一個 然後就是過一天連天 我會打給你說 你還記得我嗎 就是這件事會比較 過兩天再打 對對對 我肯定不覺得 這樣會有種受騙的感覺嗎 接到電話的時候 你就可以選擇 你還想不想繼續跟他講話 就是對他的第一印象 而且他中間又等兩天 會馬上打給你 了解 這個女生會接受耶 好好好 回去 謝謝 謝謝 那再來 我們先問一下 天團這邊好了 好 這兩種方法 哪一個你會給號碼 會給阿布的 請舉圈 就直接跟你要 做個朋友這樣 OK 好 兩個會給 老佛爺 為什麼你會給 我覺得他的態度 非常很誠懇 就是他會就是有一點很禮貌跟你說 就是我想要幹嘛 就是他會告訴你 就是我就喜歡你 就是想要認識你 對 就是態度對不對 對 那因為安妮也舉圈 可是安妮我就不問了 因為他第一輪就說阿布最棒 他就是阿布 所以阿布不管做什麼他都會選 我只是管他的方法 我只是管他 對 好 那安妮啊你為什麼會選 Alan 為什麼 因為我不知道了 我給他我的電話 我要幫他 因為他的電話 要收穫機沒有錢 要幫忙人 對 女生很喜歡幫忙人家 OK 那 搭訕方面 顯然外國男人略勝一籌 那麼再來看看 約會中的加分招式 台灣男人 能否返回異常的約會加分狀況去 當情場愣子 遇上戀愛女皇 對啊 逛街逛得有點累了 對啊 很渴 要不要坐一下 很渴 很渴 就坐一下 很渴 好 來 很緊 很緊 好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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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想喝咖啡 喝咖啡 跳得好高 這是我要喝冰的 喝冰的 這是熱的 我要喝冰的 再吵 喝冰的 對 不要加糖 不要加糖 太甜 那我們先不要喝咖啡 好 好不好 可是我想口渴 口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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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有點累啊 我累因為還沒有買到東西 還沒有買到東西嗎 再跑啊 再跑啊 又買什麼 我想買一個名牌包 名牌包 好啊 你喜歡什麼牌子的 H開頭的可以嗎 H開頭是 汪建銘 你可不可以借我 借我一張卡 我的額度只有10萬 課白 別忘了我們是貼心的舉動加分 貼心的舉動 剛剛逛街會不會有一點累 有一點喔 因為我看你肩膀好像比較緊 有現在這麼多人耶 沒有問題啊 我很禮貌的啊 好啊 對 好啊 就是貼心的幫人家按摩 好 好 是不是這邊有沒有 這裡 對 要不要重一點 好 她叫得我有一點感覺 有一點 有一點畫面 真的 知道 妳最近太瘦了啦 是嗎 怎麼那麼瘦啊 對 我去吃好吃的 想吃什麼 我想吃 日本料理 泰國菜 這個 江浙菜 我想吃 鮑魚 吃燉雞 那就是頂上啦 好不好 走啦 好 走我們走 很貴耶 走啦走啦 哎呀 錢是什麼問題 對我來說 錢什麼問題 又買包包又吃東西 這到底是一段 我好像流汗耶 我好像流汗耶 可是女人就喜歡這樣子的男人 對不對 對 不一定喔 對啊 好啊 很少會說不吧 展現台灣男生就是等於 奴性比較強 等於 因為一位女生做任何的付出 什麼奴性 沒有沒有 其實有時候台灣女生 也不知道是什麼怪癖 她會故意點很 故意跟你要求要去很貴的 可是一旦答應之後呢 她又覺得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但她的心已經得到充分滿足了 其實後來是去吃 阿彩魚刺肉更也有意思 對 你懂的意思嗎 我就這麼欠耶 台灣女生就是會很喜歡 對 測試一下 妳願不願意為我 男人有錢這不關我的事 是這男人願不願意為我們花錢 這我們會覺得不一樣 可是我覺得台灣男人很糟的一點 就是有一次我的男朋友就跟我講說 我要跟我朋友大家一起吃飯 我們請他們吃飯好不好 她就說好 結果一講頂上這兩個字 本來是一對夫婦 來了三對夫婦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平常約就是一般的都不會出現 然後你約到特別貴的時候 怎麼全約到齊啊 對 而且我們只約一對夫婦 這對夫婦只跟另外兩對夫婦說 跟我們在那裡吃 反正那兩對夫婦就自己來了 好 來了不打緊 我那個男朋友是家裡有錢 但是他自己本身不是很有錢那種的 然後呢 就還說要為我開心 然後去吃 吃完了 他那個卡 三張卡 嚕來嚕去 三張都嚕不出來 我已經那個臉都丟到那個 不曉得下水道去了 還是哪裡去了 你知道嗎 所以那天我最氣的是 你知道那家店很貴耶 對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 二人吃下來是多少錢 誰買單 我 一個人啦 至少要六千 最少啦 那話說是十多年前了啦 一人差不多是三四千 這話本來是你要讓我開心的 直到最後我想 我噁心我想吐 對 剛才張克帆的表現 你們喜歡嗎 喜歡的請舉牽 你覺得會加分的嗎 有加分請舉牽 沒有的請舉差 好 克帆你可以去韓國和波蘭發展 還不錯 好 來 這樣子還不加分啊 沒有的 因為有可能我也覺得不喜歡 男生太天要做太多事 可是然後結婚了 所以現在知道男生只會做這種事情 到結婚的時候 結婚以後 這不做了 他要什麼都做 要自己做 他都沒有內心 在追求他的時候 談戀愛的時候 他這些東西他都會做 可是到結婚以後 這些東西通通都不會做 而且我覺得台灣男生 就是很容易承諾 可是不會做到 我曾經收過一張卡片 那時候追求的時候 他就說 等我們以後在一起之後 我天天寫一張卡片給你 結果我們在一起好幾年 那是我唯一收到一張卡片 台灣男生很容易承諾 有一首歌叫什麼的承諾 守住你的承諾什麼太傻 對不對 他外國男生會直接做 他不會承諾你什麼 他會直接買一束花送你 不會說 衛後天天送你一束花 承諾完了就隨風飄逝了 對啊 所以你看他剛剛承諾要買包 也不一定會真的買包 我覺得克凡妹會買給我 然後就會說 對 可是剛剛已經這麼貼心 為什麼比如說 莉亞妳還是不喜歡 因為我覺得 就是跟頭一樣的 就是沒有男生的感覺 對 反而太不Man了 太多了 那妳喜歡被虐待的才好 是不是 所以Tina 男生有求必應不好嗎 我覺得是可而止 就是我覺得男生女生在一起 要互相吧 就是總不能都是男生在做 就是互相吧 Tina妳來台灣幾年 妳中文太好了 對啊 妳怎麼講的中文一點都沒有 拐出來的味道 我如果不看妳 我聽妳的聲音 我會覺得妳是台灣人 真的我打電話去定位什麼 她說小姐是妳嗎 我說對 對 而且聽起來應該是新裝或是三裝 我覺得妳應該 沒有沒有沒有 高雄 我覺得妳應該是不會講德文的人吧 我會啊 騙人 真的 妳用德文跟大家問好 哈囉 大家好 我是Kristina 可以啦 她就是因為來久了啊 我講英文 我講台語 台語喔 對 很簡單的 OK 我是Kristina 三裝 雲 是 一槍 雲 雲 一槍 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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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